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仅只有C5银河运输机的一半 而在运20服役之前 中国空军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运输机 就是几架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购买回来的 1276大型运输机 可以说运输机绝对是中国空军最大的短板之一 事实上中国和美国有着极大的差距 和俄罗斯的差距同样也不小 就例如现如今俄罗斯空军所服役的主力运输机 安124鲁斯兰运输机 对军事有所了解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安124运输机就服役了几十年 不可能太过强大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的是 即便是已经服役了几十年 也不是中国目前可以超越的 因为安124运输机最大载重就已经达到了150吨 而最大起飞重量也超过了400吨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巨兽 除此之外安124运输机至今为止仍然保持着一项无人能破的记录 那就是在16名机组成员的操纵下连续飞行72小时 总航程高达5万多公里 而在此期间只进行了三次空中加油 但是却完成了环绕地球一圈 还要多出1万公里的航程 由此也可以看出安124大型运输机的强大 事实上安124运输机还不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运输机 因为在它之上还有一架运输机 而它就是安225运输机 这款运输机的载重已经达到了250吨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 安225运输机仅仅只生产了一架 目前只是在乌克兰执行一些特殊的空中运输任务 好了本期《前煞军舞》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收藏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